大家好 现在呢开春了 那么就有很多话有留言咨询 谢找人在开春之后 到底什么时候给他进行嫁接最为合适呢 其实给谢找人嫁接 我们不能够太迟 也不能够太早 一定要掐准时机给他进行嫁接才是最为合适的 那么为什么不能够太迟 也不能够太早呢 首先呢说一下为什么不能够太早 如果太早的话就是温度还比较低 再加上温度也不太稳定 如果我们这时候嫁接的话呢 它这个伤口啊 这个愈合了不是很好 而且呢 这个时候温度比较低 谢找人还有这个真物的生长速度都非常的缓慢 不利于整个植株后期的生长 所以呢是不建议大家过早的嫁接 但是为什么又不能够过迟呢 如果大家选择在后面五六月份温度特别高的时候 给这个谢找人进行嫁接 虽然他是可以嫁接成功 愈合也是很好的 但是呢 后面马上就到夏天了 夏天的温度是非常的高 这个谢找人呢 也就是接睡呢 它的这个生长速度会非常的缓慢 而且还有可能会进入一个休眠的状态 那么这样的话呢 也是不利于你这个接睡后期的生长的 所以呢 我们想要给这个谢找人嫁接啊 是不能够太早也不能够太迟 那么什么时候给他嫁接最为合适呢 嫁接的话最好就是保证温度能够持续稳定在15度到25度之间 那么是最为合适的 我们可以等到后面大概三四月份温度开始稳定了 然后呢 又是他们两个的快速生长期 那么我们再来嫁接 那么现在刚刚入称 我们这个时候的首要任务就是先把这个蒸木还有结睡啊 先给它养状了才行 怎么养状呢 这个火龙果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它特别的洗肥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啊 给它在盆底呢 埋上一点这一个芝麻饼肥 这个发酵服说好 芝麻饼肥它的肥力比较足 营养了非常的充足 那么像我这里的话就是已经呢 给它埋上了大概有十几二十粒的这一个芝麻饼肥 这个蒸木啊 现在长得非常的旺 我们大概两个月左右给它埋上一次就可以了 一次呢 十几二十粒就足够了 那么这个蒸木也就是这个蟹爪蓝 我们用肥的话呢 就用一些通用型的营养液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时候植株呢 刚刚开完花 这个时候呢 想要让它腹状了就要用一些通用型的营养液 带领甲比较均衡 可以让它更容易腹状这个叶片呢 让它长得更加的精硬挺拔 然后更加的肥厚 后期再来嫁接啊 存活率就特别的高 所以呢 大家嫁接卸爪蓝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这个时间呢 一定要把握好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